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张昂东,现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,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认识。 如果有一天到洛杉矶的话,我们可以一起饮茶。 我们的梦想是环游世界,走遍美国,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你们的城市和你们一起去饮茶。 昨天看了几个视频,是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博主博的。 一个是在哈萨克斯坦的Natasha一家,这个比较喜欢。 这个画家带着他三个小姨子去厦门了,然后去移兴了。 去大量的引进这种俄罗斯的美女啊,哈萨克的美女啊。 这个对国家是,对自己的家乡是会有很多的奉献啊。 要不大家都叫他姐夫,就是希望他有把更多的哈萨克斯坦的表妹给介绍到中国去。 而且他们的家庭,大家庭是完全接受这个了。 而且家里弟弟啊,是妹妹啊,都是学中医的,包括Natasha都是学中医的。 针灸,按摩,推拿,这些。 他们还不断,因为是在西安留学嘛。 现在他又有一个小表妹在西安留学,然后另外一个在上中学,中学毕业以后要去中国,又输送一个新的去中国留学。 因为他们一方面是,就是说到哈萨克斯坦那边还是认中医的,因为在哈萨克斯坦那边也会遇到以前从新疆啊,从那个内地啊,往那边签的移民啊,老移民也会有。 所以对中医,中草药,针灸,按摩,推拿,这些还都是比较认可的。 而且这个也不用手术啊,也不用有那种外围的创伤啊。 而且现在像那个画家,他是画画的,在莫斯科的时候带着父母去逛的时候,自己给美女画了一幅画,还被一个男的给抢走了。 这个是,说明他画作还是比较像的,自己有这种水平啊,有这种水平在。 他现在是,就是去代言那个红星尔克运动鞋啊,这个运动鞋为那个河南水灾捐了五千万。 大家都比较认可红星尔克这个品牌,而且是从一个小作坊到发展成一个很大的企业啊,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健康的产品。 这实际上是非常棒,非常好,而且他给自己的老丈人和丈母娘送了一辆新能源车。 也是大力的,中国现在的新能源车是比较,品牌比较多,属于那个春秋战国时代,那个群雄并起啊,都在填补前苏联那个地方。 因为像奔驰宝马,像日系车,韩国车已经退出那个市场,从2005年开始发力到现在,中国的新能源车已经弯道超车了,已经走到前面去了。 包括电池的技术,包括设计,呃,完全是,呃,年轻人在,在那个,成为一个这种主力,所以他们那个自信是非常多的,非常有的,所以我们对这个是非常赞赏的啊,给这个大郎画家,给Natasha一家点个赞啊,呃,做得非常好。 非常好,向你们学习,呃,有空到哈萨克斯坦去走一走,有空到那个宜兴那边,宜兴那边去走一走转转,厦门,呃,浙江,福建,广东,那些大郎河山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。 这个是非常棒的,呃,呃,我们也是会抽出时间去欣赏这些事情,而且也会对你们的视频,呃,持续的给予关注,呃,更欢迎的是,呃,那个画家能够介绍更多的哈萨斯,哈萨克斯坦的表妹,呃, 呃,到中国去走一走看一看,呃,呃,去呃,创造自己另一个的浪漫的人生故事。 谢谢